因為大家總是認為你是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公主嘛 不如我們今天來猜一下物價 好啊 珍珠奶茶700ml 好 兩位請翻牌 哇 有點差距喔 那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50元 50元 真的是小公主耶 我們兩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松江南京六坪大的小套房 請兩位呢猜一個月的租金 那二位在四樓 好 兩位請翻牌 6800 12000 6800可能很困難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因為沒有樓梯又是四樓 所以我想說比較辛苦爬上去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一萬五千元啊 一萬五千元 副總統 你看我們多很 副多苦啊 我完全沒看過這東西 好 兩位請翻牌 這麼貴 正確答案是 65萬八千元 我們等一下 所以我必須強調 我用的都是我奶奶留下來的 所以我自己沒有花半毛錢 哦 好 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 吳欣寧 近日上賀榮夜夜秀網路節目 接受嗆辣提問 沒想到節目一開始就被賀榮很推 在參選副總統之前沒有人認識 節目中賀榮為了討厭吳欣寧 是否瞭解民間疾苦 兩人還一起PK開物價 逗得現場觀眾哈哈大笑 我登門拜訪邀來的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的邀請 謝謝 謝謝 副總統好 謝謝 有符合您期待嗎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 小孩的時候最愛喝的 好啦 還是請Albi講一下好了 因為畢竟吳欣寧在擔任副總統 參選人之前 沒有人認識 好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吳欣寧 他曾經在星光金控是董事 那也曾經是英國保守黨 副黨魁的助理 現在是立法委員 也是這次民眾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才知道 你自己會接任副總統參選 就是星期五早上 登記的那天早上 對 哇 是 是 你是接到電話嗎 還是有人敲門想說 欸 你是副總統 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情境 是我的助理敲我的門 按門鈴同時打電話 那我在家裡頭 就 就他跟我說 老闆 老闆是你呀 這樣 那你當時是怎樣 是開心嗎 是開心的嗎 我有點震驚 震驚 因為其實就是說藍白和 但是藍白破局是星期四晚上嘛 就是前一天晚上 那時候我還跟同事們快 早上十點多的時候我們還聊說 這個藍白會不會明天早上再合啊 對 喔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沒有其他的消息 因為其實在更之前的時候呢 是主席的辦公室有來就是要求說 要我填一些資料 那我就是有三年前的這個 就是參選這個立法委員的憨選嘛 所以當時沒有要下去選 然後 所以其實手忙腳亂 那主席交代的時候 辦公室他說 喔 那就把東西填一填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說 藍白會不合嘛 這是一個 然後後來主席後來有跟我 很快速通個電話就 喔 對 我跟你講喔 就是這個 就你就填一填 我跟你講 反正喔 也不會是 一定要你啦 還有很多人要考慮啦 喔 這樣 OK 報告 還要 還要interview嗎 還要 還要 沒有啦 都塞在你啊 塞在你 沒有沒有 OK 好 對啊 但欣盈你覺得自己在辯論會上面的表現 是第一名 你覺得你勝過其他兩位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們仔細聽他們講的話 像我們有QA 就是彼此在問答嘛 那每個候選人有三次可以提問的問題 我第二次問的時候 是問退休金的議題 那其他兩個候選人是 是回答長照 他們沒有回答我在問的問題 對 而且我覺得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一開始其實 我在演講就破梗 就是我覺得台灣 年輕人真的非常的辛苦 都流血 流汗 就看不到未來 都看不到未來 然後怎麼樣 覺得說三個都去 只有心水沒去 對啊 像主席主持人你 對不對 對啊 你也是也在做麻辣燙 對不對 同時還要兼這個 對不對 主持人的工作 非常辛苦啊 因為大家總是認為你是高高在上的千金 小公主嘛 不如我們今天來猜一下物價 好啊 我跟您PK 好 因為我代表的是庶民主持 我是代表新手媽媽 我有時候會去那傳統市場買菜啊 前面我也有 you know 常常去逛啊 哇 那等一下就來驗證這個是不是事實喔 來 馬上進入 猜物價挑戰 那馬上呢進行我們第一題 七七乳加巧克力 哇 這一題 等一下 無福答得很快耶 是不是有大小條啊 所以應該是大條的啦 好 兩位都已經做答完畢了嗎 那我們可以一起翻版喔 好 3 2 1 兩位都是20元 欸 唉唷 我亂猜了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恭喜兩位都答對了 好 兩位準備好了嗎 來 第二題 好 第二題的題目是 超商大兵美 480cc的黑咖啡 好 兩位請翻牌 60元 60元 然後這是25元 這麼便宜嗎 這麼便宜嗎 我們超商大兵美的正確售價是 45元 欸 這樣是 這樣是你比較接近 我贏耶 差五塊 哇 那個是二十年前的吧 哈哈哈哈 有點激烈喔 第三題的題目是 珍珠奶茶700ml 欸 有人在喊是鮮奶茶還是奶茶 沒有說鮮奶 沒有加一個鮮的話就是奶茶 對 鮮奶茶會加一個鮮 那要下修喔 好 來 好 兩位請翻牌 哇 有點差距喔 那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五十元 五十元 你真的是小公主欸 還沒結束 還沒有結束 還有四題 好 OK 來 第四題 台鐵 排骨 便當 你不是才吃過 沒有 我上一集是叫製作人去買的 好 兩位請翻牌 哇 有志一同答案是一百元 但是我們正確的售價是 八十元 哇 好 那這題就是兩位平手 嗯 再來第五題呢 阿唐賢州的綜合賢州 哇 這是台南名店欸 非常的有名的一間店 這個有講年份嗎 今年的 就是現在的售價 兩位請翻牌 這就是所謂的平負差距嗎 有沒有看一下兩位的 在夜市買的東西吧 呃 不是 它是一間排隊老店 對 非常非常有名 然後呢 每年都一直漲價 但是現在的售價呢 正確答案是 一百八十元 你當我贏了 只在四百元 加進 有助理買便當就不一樣了 哇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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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欸 我們剩最後兩題喔 好 來 好 接下來這一題呢 哇 這個有點困難 好 我們兩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 松江南京六坪大的小套房 請兩位呢 拆一個月的租金 那二位在四樓 欸 這個採光是好的喔 對 好 兩位請翻牌 六千八 一萬二 六千八可能很困難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因為沒有樓梯又是四樓 所以我想說比較辛苦爬上去 沒有喔 現在 現在房租真的 好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一萬五千元啊 一萬五千元 副總統 你看我們多很 付多苦啊 現在六千八只能租到那種亞房 對對對 對 好 好 現在最後一題囉 決勝題 來 OK 好 這一題我好喝了 我們要加油了 我們的題目是 艾瑪士伯金包 牛皮 好 我來講一下它的尺寸 長 二十五公分 寬 十三公分 高 二十公分 提把的高度約末七公分 什麼 二龍加油 你剛剛阿唐賢中四百塊都可以了 你猜一下 我完全沒看過這東西 好 兩位請翻牌 這麼貴 看看答案 又要看那個皮啊 對 這個是牛皮的 還是哪一年的 要看是哪一年的 然後顏色啦 然後這個是 就是看是原價還是二手的 對啊 太專業了吧 這題真的是太難了 好 我們的正確答案是 六十五萬八千元 等一下 可是我必須強調 我用的都是我奶奶留下來的 所以我自己沒有花半毛錢 好 好 好 恭喜 這個遊戲 獲勝的是 HELLO 耶 好 好 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